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感慨地说,这个时候给他一个结局,都是图分成本的事情,于是就有了相机逻辑,Comlogic的结束片,原委把最后这期节目叫做Comedy Funeral喜剧葬礼,相机逻辑最早于2014年开始在优酷开始更新,他坦诚,相机逻辑从规划,策划到呈现都是一个太老的节目了,那个时候优酷土豆合并刚两年,还未被阿里收购, 上处于齐巅峰时期,万万没想到正当红,优酷的PUGC一片繁荣,后来成为B站头部UP主的敖厂长,在优酷更新的时间还要早过B站,近期,敖厂长协传文中4000万的独家合约回归B站,再有前不久巫师财经被西瓜视频千万迁运挖走,爱奇艺发布对标YouTube的爱奇艺随刻版, 微博正式推出视频后,看起来视频自媒体,或者说自媒体视频化的所谓风口,时隔几年又一次出现了,某种意义上,这次断视频风口是由B站上市并且点燃资本市场热情所开启的, 中国最像YouTube视频网站给了B站一个非常高的资格标的,逐渐出新,快速迭代的百万级UP主也给人一种视频实弹一致的表象, 更低的资费,更广泛的用户,更实心的表达形态,更年轻化,又一次出现的短视频风口,甚至连这些说服与自我说服的理由都没多少改变, 其实除了进攻的西瓜和防守的B站,其他视频平台都在所谓PUGC模式跌过跟头,追热点的镜头怕不会太认真, 谁都不会轻易死,也就意味着谁也不会活得轻易,在相机逻辑TimeLogic所处的优酷时代乃至更早期, 互联网视频还是一个借鉴学习传统辨识节目的产物,视频节目叫栏目,出镜的叫主持人, 在看如今,Blogger,主理人,UP主,网络视频节目已经成为高度个人IP化的内容,占据主流的时期, 就像言伟所说,传统的视频栏目显得太老太久,一大团队养个人IP正当道, 那个时候互联网视频节目其实不是一个新鲜事物,我们参与制作的同学, 基本上都是新传院,以广电人才要求来培养,经过了采编锅各个环节的专业训练, 尚且如此,创作,发布,反馈,优化,再创作,我们基本上死在了第一个环节, 绝大多数自制视频节目又能完成几个这样的循环呢? 在校期间,我们远不少同学都制作过视频,音频节目, 其中有个人兴趣,也有学艺要求,基本上都是无疾而终, 我的毕业设计同样是视频访谈节目,经过各种繁琐流程的推进, 甚至不免糊弄的折磨后,过审的那一刻, 我想的是以后再也不会做视频了,感同身受这件事, 是经历过类似的痛,而不是感动,感动太廉价, 这些年,人们总在讲手机的普及,视频制作的门槛降低, 称,图我已死,视频未亡,红人难成,红人素朽, MCN曾经标榜的T量孵化网红代表的这部分幻梦, 如今也逐渐广告代理化,视频是一种负媒介, 有很高的隐形门槛,视频创作的学习尤其是一个进阶更进阶的过程, 创作本身的规律和过程,是有迹可循的, 创作两个小时的电影,还是十分钟的短片, 都要遵循这些规律,如果以拍摄为主, 飞拉摇一根的摄像技巧,远泉中尽特的景别选择, 视听语言学习是闭不开的, 如果以出镜为主,内容脚本,语言表达, 副语言多少都要了解,自然脱稿表达和好的镜头感, 都堪称,玄学极难度,既不拍摄,也不出镜, 只是拿来主意做剪辑视频,脚本之外, 话外音的练习就更重要的, 语速,语气,停连重音,对视频的观赏性会更加突出, 不过真的有人以为,打开手机摄像已经到底说说简简, 就能创作出优秀的视频吧, 一个基本规律是,视频的传播效率,其实很低, 但社交链上的薄弱,使得网络视频的传播效率问题, 尤其突出,低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数评短视频, 也是这个规律下的产品, 降低了时间成本的,同时一分钟以内, 增加了审取的,可重复消费特征。